刚刚就是把名称定义好之后 接下来的话就是用count if 然后这个除以什么呢 它count整个全部有几个号码 这样就可以算出它的几率 并且把它做格式化 格式化我刚刚讲就是说可以用修改的 本来是百分之多少 后面加两个0就OK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最后做格式 那当然格式化排名前七名 好像这样逻辑是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如果有的时候希望更好 那所以你希望怎么样 刚刚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不要放这边清除一下 放哪边呢放这边 也就是条件在这边 但格式化在这边 那你要怎么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来做 或者用VBA来做 两个方法都可以啦 OK那你可以取舍 用哪个比较简单 OK所以第一个如果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有没有新增规则 那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格式的在这里的话 特别注意你新增规则 你就不能用刚刚第二种 你只能用哪一种呢 最后一种公式 OK这招还蛮值得学的 因为会的话很多地方就可以弹性一点 不一定说只能针对你那个储存格 而是说别的 但是你可能要知道那个流程 一请你先选什么 选的不是你的条件 而是你要格式化 比如说格式化是这个范围 所以A2到什么呢 Ctrl-Ship向下 Ctrl-Ship向下 把这个范围先选 就是意思说你要格式化的范围 先告诉他这个范围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要给条件 所以这边的话新增规则 那规则的话呢 就是用公式来决定 你就不能用刚刚这一个 刚刚是什么 小于等于7嘛 可是问题这边 这边小于等于 要变号码格式了 不对了 所以这边只能用最后一种 那格式的话呢 条件 你就必须在这边下条件 等于 当什么呢 当那个排名 所以特别注意 等于后面加上那个排名 那排名总共有42个 1到42号 但是你只要给开头这一个 他会一个一个帮你检查 所以先告诉他12这个储存格 如果12这个储存格怎么样呢 小于等于7的话 OK 这个是条件 前面等号一定要有 因为他丢回去给 给那个ECEL判断 所以前面这个等号 是他前面有个东西接 就是说 那个你赶快想象一下 OK 规则大概这样 当什么呢 当后面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要设定一个格式 当他是小于等于7 他会先抓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也就是你如果选42个的话 他就跑42次 那你只要告诉他 哪一个是第一个就对了 OK 12 所以先告诉他第一个 那因为你选了42个 所以他要也会选什么 也会往下跑42个 这概念他还有 因为说真的一般书里面没有讲那么清楚的 我看了很多本书 后来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试很久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我刚才不太理解 为什么是这样在 我后来发现原来是这个道理 对 只要给第一个 OK 他就你选几个 他就跑几次 就意思了 OK 好 这样应该懂了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套用在别的地方上面 一模一样都可以成功的 很多地方也都这样用 没有问题 好 所以你要分开 前面是要格式的 后面这个是他的条件 当他为true的时候 我就把格式画到这边 所以给他一个黄色的底就好了 不用太复杂 OK 填满黄色 这样 这个 帮我格式这个 好 按确定看看 那理论上没有错了 OK 好 有没有看到 他是7 对了 他是2 格式他 有没有 所以他只要是 条件在这边 格式在这边 的话 那你就用刚刚那个方法 所以特别是 我先把他切回来 就这个 好 这样子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只是说可能要熟练 因为这很容易忘记 你可能要反复多做几遍 才有办法把他熟悉 但是问题这个方法 其实倒也是好方法 可是我还是推荐 各位将来可以把他变成VBA 因为后面我们会分别来看 也就是说最好是后刚刚的东西 最好是一键完成 有没有 清除 一键完成 然后格式化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刚刚那个方法 我可以用什么 用VBA 有没有 用VBA来做 VBA也可以清除 甚至最后干脆不用帮我选 因为选我还要往下卷动 最好怎么 帮我列在这边 前七名 有没有 OK 然后清除 就是排名在前七个 如果是他有没有 直接帮我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12 往下卷动不就再来 再来是21 他就把21搬过来 依此类推 这程式该如何写 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不会 OK 所以后面我们再来看VBA部分 不过后来我这个写完之后 就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样子是找到就丢一个 找到就 可不可以帮我从第一名排到第七名 可以啊 只是怎么写 现在应该不缺 问问题的人 缺那个把那个答案做出来的人吧 最缺就是做答案出来的人 我发现真的太缺了 所以到处都在缺说 怎么找人去把一个解答做出来 OK 所以 如果你越往那个缺的地方走 你未来被需求的解就越大 但你是越往那个等人家答案那个 你会发现你慢慢好像 比较不被需要 OK 所以你们现在学 尽量还是能够自己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哪怕是比较没有关系 至少是你想出来的 也就是你的东西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我刚刚讲这边的话 格式化这边 你就要先选这边 Ctrl 去个向下 然后再把这边记得是设定新增规则 然后用这一个 12等于12小于等于7格式化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